我们镜头来到阿富汗的北部巴格兰省 周五的时候因为季节性的大雨引发了山洪爆发 而民众的逃避不及至少有50个人因此而丧命 而数百人也受伤很多人都因此而失踪了 塔利班政府官员也表示 周五连续发生了两次强壮雨 也导致了巴格兰省超过了五个地区出现大洪水 也超过150个人因此而受困需要经济救援 不过官方的直升机因为缺乏夜市设备 所以救援的工作被迫给拖延 很多民众只能够自行的涉水来逃命 而当地的自然灾害管理局也表示了 预计死亡人数还是会继续的攀升